尼沙颱风是刚远离台湾 降雨较为缓和 不过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 今天最低温是下探到16.5度 真的有点冷 大家关心这降雨状况为何来看到了 其实明天的天气会类似的 这个水气会更少一些些 随着东北季风慢慢减弱 阳光也有机会露脸 看到这个随着时序越来越晚 这个降雨机率也会越来越少 来看到这个周四的时候 到时候各地会转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但到了周六又有另外一波的 东北季风南下了 这北部还有东半部呢 是转为天气比较凉 下雨机率也比较升高 最低温恐怕是来到17到18度左右 降温比较明显 而下一波东北季风 预期会影响到下周三的时候 那未来一周在东北部增强减弱 增强的这个来回之下 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 恐怕都是英语的天气形态 好 再来明天天气 带大家一块来关心 北部地区高温来到21度 有机会下雨 中部地区高温28 29度 降雨机率0 南部地区同样是好天气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也提醒东半部的民众 外出要记得带把伞了 外到金门马祖降雨机率也比较低 高温可以来到24 25度 好 提醒大家进行加明鞋 注意保暖和外套也可以拿出来了